文区中顺里里长正义 会认为气球能够带给社区民众乐 也邀请师规划造型气球课程 果然引起大的热烈回响 许多民众都觉得好像回红年一样快乐 今天的社区走投单元就带您快来看看 满足的气球让整个中顺里办公室 就像是在开party一样 其实这是每个星期四上午 中顺社区民众最期待的造型气球课程 拿着打气筒灌气球 不时还得左扭右转做造型 五彩缤纷的作品 让大家就好像是回到了童年一样 充满快乐的心情 不自觉的也变得更年轻了 那你觉得学这个气球带给你什么收获 我觉得蛮快乐的 好像我年轻了 就像到毁了童年时候 大家玩气球这样子 学了不少的 它这边的技术真的很不简单 做这个不是说 大家打个气就好了 可是它有一点就是说 你要捏拿的气的准确度 才能做得出好花来 怎么想要来学这个造型气球 好玩啊 对 回忆往事啊 回忆儿童的时候 小朋友的时候啊 然后每天来这边学那个造型气球 觉得很开心 对 非常开心 就是因为气球能够带给大家 欢乐的感受 里长曾林已在去年 就计划邀请康素兰老师 在社区开班授课 引起大家热烈的回响 课堂上开心热闹的气氛 就连里长自己也忍不住 动手玩气球 和李明一起回忆儿时的同学 那我们重要的是希望第一个带长辈动手 那在他们在要打气球啊 在捏的过程 他们就可以练习手力 那包括我们也希望在里内办活动的时候 我们的长辈可以来服务大家 他们可以来做造型气球 送给来的朋友们 来参加活动朋友们 那最重要一个也是希望借由这样的课程 让我们社区的居民 还有我们自己的志工学一些在会场布置 那我们大家看到很多的大型活动 或是我们常要办活动的一些会场布置 都是让大家很伤到精 不知道要做事嘛 可是气球会让人家很高兴嘛 我们就学会这一个之后 发觉以后在办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可以去使用 康素兰老师从最简单的花艺造型 一直交到气球场地布置 布置还会发挥想象力和创意 在作品里面加上昆虫小蜜蜂 还有现在时下最夯最流行的黄色小鸭 让人忍不住大喊真的好可爱 遇到学员需要个别指导的时候 康老师也会耐心地一一教导里面 你觉得老师教得怎么样 老师教得是太好了 而且他的智慧可以随时变动 任何做了半成品的状况 他都可以让他变成非常有创意的成品出来 参加中顺社区造型气球般的李宁们 个个都觉得收获满满 不但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开心 还能够训练手指的灵活度 动动脑想想看要怎么完成作品 大家拿着做好的造型气球 都露出灿烂无比的笑容 让开心乐活也能够彻底实现在生活里 中假他的新闻里一如 采访不到